好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將至 但是現在藍白整合卻陷入了僵局 那民調自然就成為雙方叫板的籌碼 但您來看到的這一份是來自零傳媒 今天釋出的最新數據 那同樣是分為撒喀都跟細卡都來看 先看到撒喀都的部分 賴清德他目前是以百分之四十二點八五 目前穩居第一 那柯文哲的話是百分之二十六點零九 侯友宜則是以百分之二十二點八七 那如果是四人對決的狀況的話 賴清德的支持度可以看到 目前還是在百分之四十二左右 柯文哲來到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九三 侯友宜則是百分之二十二點二九 郭台銘是百分之五點八六 敬陪莫作 那不過如果以零傳媒 近三個月所做的民調 可以看到這個民調的趨勢 柯文哲都微服的來領先侯友宜 那或許這也是在藍白河中 柯陣營堅持一定要用全民調的原因 不過現在藍白河到底合不合不合得成呢 前立委沈富雄他就針對藍白河的事情提出四點看法 他說第一點喔 其實柯文哲心中只有藍白的淘汰賽 並沒有藍白河 那淘汰賽的方法呢 就是要憑藉全民調的結果 如果柯文哲贏的話呢 他副手也不要侯友宜 那如果柯文哲輸的話 他也要徹底退選 也不陪侯友宜完了 所以在柯文哲的心中 其實並沒有侯科或是科侯 那沈富雄也提到說 其實柯文哲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讓民眾黨來壯大 那叫壯大民眾黨呢 這個養分就來自國民黨 因為柯文哲其實現階段的目標 還是要做關鍵的少數黨 沈富雄還說 其實柯文哲內心早就有盤算了 並沒有藍白河這個選項 而藍白持續角力 賴清德則是抓緊機會 前面提到賴清德的民調 已經穩定的突破四成了 那他在十月四號也將在台南來舉行他的競總成立大會 可以看到其實他的競選總部 現在已經悄悄的上架了他的這個宣傳的獨照 可以看到上方是斗大標語寫下 信賴臺灣幸福平安 相當的顯眼 雷 exhale 李曼石